第一,你會不會覺得 敬拜時奉是什麼?就是輪席 今個星期你做主席,他做唱歌,他做彈,輪席 今個星期是你嗎? 三年前跟你合過,很高興 今天又跟你合了,又是你 可能輪席表通常一年都是複製另一年 你知道哪個輪席表,其實哪個輪席表很難 因為敬拜時奉有很多人輪席 你和你從來沒有建立過關係 如果你教會有BAN,那你就是敬拜隊 你沒有,你教會只有你一個加另一個 好像有大勢之分,人多就是敬拜隊 或者起碼要有某些東西才是敬拜隊 一旦沒有了,就沒有了 台上那些就是敬拜隊 那音響那些算不算敬拜隊的人? 原來我們發現很多時候的PowerPoint按不及 沒有練習,當然不知道你們想怎樣 我們有沒有歡迎他們,去關心他們 去讓他們融入呢? 都會有這樣的慣性,我們眼見 那這其實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我們在台下那些全部都不是敬拜隊 因為我們今天不用輪席,對不對? 其實不是的,一個教會裡面 我當就算你教會只有50人 那我猜你應該不會有25人的敬拜隊 那你起碼超過一半或者以上都是敬拜隊 不過他在台下要 好,最後一個就是 究竟我們的敬拜侍奉是聚會為本 還是是生命為本呢? 如果我們只是想到我們要輪席 我們想到怎樣夾好樂隊 怎樣練好首歌 或者只是看到台上 那這個一定是一個的結果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每一個的敬拜 會來到神的電當中 又或者那天的敬拜很多問題 可能整個音響都不可以的 整個過程裡面,那天的敬拜隊可能比較新 或者他們練習得不夠 或者什麼事情發生了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這個生命 就是我們自己一個小時也好 一個多小時裡面 我們怎樣在我們的堂會當中去經歷 星期日其實都是我太太告訴我 我去看其中一間教會的一個online的崇拜 這間教會處理的手法 和我自己的敬拜團隊去分享 其實有一位敬拜隊的隊員 可能今天就會開始一個癌症療程 昨天就是他要進行癌症療程 就是最後一次出隊 他之後要休息 他就有一個時刻讓他獨唱 那一刻他們的主力就選擇了 先把他的情況說出來 然後就讓他帶領我們獨唱 我覺得整件事對於一間教會 對於這個團隊來說 是一個以生命為本的安排 那一刻我已經 焦點已經不是再擺 究竟那個姊妹唱得好不好呢 究竟他有沒有合得很完整呢 有沒有甩漏呢 歌詞有沒有出錯打錯呢 你會被他的生命的見證感動 原來神就是一位信神 藉著他這個敬拜生命的流露 讓我們看到那首詩歌 頓時就成為一首很有生命力的詩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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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